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风水发文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来看生命线上的一些导纹 以及其他的纹路 那么如果是出现导纹 导纹开始发展意味着健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像这种生命线的圈形的导纹 那么一些可以增强体力的方法 比如说改变饮食习惯 睡眠充足 能够避免一些健康方面亮起红灯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生命线上的一些障碍线 障碍线 比如说一些细纹 这种横切的细纹障碍线 这种连串的横过生命线的细纹 是天性十分的敏感这种标记 而不是代表于连串的创伤和经验 这个是要记住 这个不是指创伤和经验 而是指一连串的这种生命线上的障碍线 是天性十分敏感的标记 这是这么去看的 生命线上出现这个导纹 会将生命线分成两条 所以说是指能量降低抵抗力较差的这种时期 这段时期呢 可能是觉得自己体力变得比平常要差一些 而且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 受到病毒的感染 生命线上的一些障碍线 横切过生命线上的这种细纹 称之障碍线 代表情绪上的剧烈变动 就是比较敏感 严重的程度要看这个 这个线的长度和深度 如果是说这个家庭环 这个家庭环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家庭环线 开始则代表特别担忧某位亲人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有这个障碍线的话 从这个家庭环这里 拇指的根部这里 那么就说明家里某个人 特别担心家里某个人变得特别的敏感 情绪上变动比较多 好了 有关这个障碍线和导门的就点 那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敬意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